时代的正经 不不不 有没有想过一种危险 教会人思考 却不教他该做些什么 用金钱和快感 逼他做那些 和他自己不相干的事 再逼他为金钱和快感 编出意义来 社会生物学也行 科学决定论也行 让他相信 不危害别人 就是道德的上限 然后给了很多身份 逼他编出这些身份 与尊严的关系 其实逼他的不是别人 他自己的思考 在逼着他 这人会疯的吧 还不够呢 试着把几十亿个 这样的疯子关在一起 让他们互相说话 这些甚嚣尘上的 风言风语 又会逼他们 想出什么别的来呢 这个巨大的马戏团 想清醒过来吗 和我一起 从你该做些什么 开始重新想起吧 翻转电台 看清这个马戏团 我会订阅上的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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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周团晚上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转电台 我是李厚诚 最近有点抱歉 因为要完成桌游的原因 所以说最近翻转电台的更新频率有点慢 尤其是special和问答 很长时间都没跟了 桌游我认为它到尾声的周期了 所以说更新频率应该会逐渐能够跟上来 当然桌游即使做完了 还会去发行等等别的事情要做 所以说当然肯定会比上一个月的更新频率会高一些 关于桌游我们在这不说太多 我肯定也不会做一个纯粹好玩的桌游 它本身还是跟翻转电台讲的东西有很深很深的关系 到时候有了之后我们再说 那么回头来说说这个年度专题 这个年度专题 这已经是到总结的阶段了 而且确实我们结结实实做了一年的时间 在去年最开始做这个年度专题的时候 是去年十一之后的第一周 那么一直做到今天 马上又到了今年的十一 一共是现在已经三十期了 我感觉应该三十一期或三十二期这个年度专题结束 确实做了一年 在最开始做那个年度专题的时候 完完全全没有想到 是一个需要花这么长时间做的东西 大概想可能三四个月完成的一个专题 但最后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但现在回看起来 尤其做到今天这一期 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我相信如果坚持从年度专题第一期听下来的同学 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感觉 那么年度专题本身的讲了特别特别长的一个脉络 那现在讲到最后的总结阶段 肯定有同学是今天第一次听这个节目 但是也没关系 这个总结绝对不是对之前节目的重述 而是呢 我们尝试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啊 看能不能给我们更深的认识 所以说你也可以先看这个视角 再回头去从头听 也是完完全全可行的 那其实这个呢 也让今天这个节目变得比较难 对我来讲啊 因为我最开始想总结节目呢 确实是把它重述一遍 但后来就觉得呢 如果仅仅重述一遍 确实很没有意思 可能也不会给我们大家什么新东西 所以说本的这个所谓新东西的角度 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整个总结阶段 我们就紧扣在这个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这个角度 来看怎么能能够给我们一下子把它 给一个更深的认识啊 或者更大的冲击都行 那么从给一个总阔性的认识来讲 实际上上一期节目 从上一系列 上一个章节 那个chapter 8 已经在给予一个比较总阔性的叙述了 因为整个上一部分 我们叫做个人主义平民社会的非人性嘛 就是看 从几个角度来看 它是怎么一种非人性 从那个非人性里面呢 我们大概说了四个部分 我们说了知识型愚蠢 就是讲这种现代认识型的问题 我们讲了表达时代 就讲现在这个媒介社会的问题 我们讲了平庸这种性情 最后呢 讲了相对主义 其实呢已经是比较总阔性的 在总结这个平民社会的问题了 尤其呢 我觉得这四期啊 对于问题是什么 以及问题有什么危害 这四点应该是说的比较清楚的 那么基本上第一个呢 是讲这种知识型愚蠢啊 总的来说是在说 这种看似最明白 能够把问题说得最清楚的认识论呢 实际上导致啊 我们与认识对象的分离 它最终呢 形成这种知识型的教条主义 与这种我们对于所在的情境 无法觉知的这个问题 那么表达时代呢 我们大概说啊 就是看似个体在以个体的方式言说 但实际上呢 个体仅仅是一个符号交换机 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这种基于媒介的间接满足 带来这种 我们形成所谓的这种假的 或者虚的 视觉拟向景观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说了平庸性情 看似呢 它在维护一种平等啊 实际上是一种很激进的攻击和贬损 它讲的呢 是这种个人主义平民社会 在失去行动力之后啊 打碎一切的那种冲动 那上次呢 我们讲的是这个相对主义啊 看似呢 它在维护这种多元的好生活 但实际上 它是对好生活 一种根本性的迟钝 因此呢 它造成一种肯定一切否定 就肯定一切否定 这种精神的悖论 它并不是一个逻辑悖论啊 就相对主义呢 是一个精神悖论 所以上一个章节呢 它也是有一定总结性 总结下来呢 我们是在说啊 这个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 到底有多荒唐 它这个荒唐本身和荒唐 但是呢 带来的危害 是什么样 我们对这个有一些认识 在这种荒唐里面啊 我们尤其看到呢 是几种矛盾 就今天我们会很多的 谈到这个矛盾 包括我们在这个节目前的 征集里面 就在那个小程序的征集之中 也让大家提到 你们生活中的矛盾 那么 希望啊 就是从你去 思考你生活中的矛盾 看能不能与个人主义 和平民社会的某种矛盾呢 形成某些连接 导致你能更好地理解 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比如说 知识型愚蠢本身 就是一种很大的矛盾啊 就是呢 在现代知识型的情况之下啊 感觉呢 一切都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 真正认识事实和真理的办法 就是 尤其是今天的人啊 对任何问题呢 都能说上两句 都能够有他自己的认识 就是很快呢 就能形成 对于好多好的事情的分析方法 列举其事实 但是 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 实际上 很难达成 关于任何问题的共识 实际上是个争论 越来越多的情况 那么表达时代也是一样 就是看上去呢 他非常自由 我们能够以很多手段 不管是 这个音频的文字的 短视频的 来展示自己生活的一切细节 一切你想展示的细节 对于很多问题 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都可以表达出来 就是你 能够有可能性 做非常具有个性的表达 但实际上呢 情况呢 却是特别特别的趋同 网上的东西呢 我们甚至说出啊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这样的话 来表达这种趋同 那平庸也是啊 看上去呢 他是一种与世无争 拥抱平凡之美 很淡薄 很从容 那个观点 但实际上呢 他是对于平凡的捍卫 和这种强烈的战斗 对于一切非平凡的东西啊 进行侮辱 打压 破坏 是一种强烈进攻性的 网络文化 就网络这种羞辱文化 实际上就与这个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最后相对主义也是啊 看上去呢 一切的个体善 任何形式的个体善 在相对主义之下 都有存在的可能 都有在多元文化的情况之下 证明你自己合理性的可能 但实际上呢 相对主义带来的 是任何个体善 探究方式的根本消灭 就任何形式 我们所谓的个体善 实际上都没什么可做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仅仅存在语义上 通达善的可能性 所以所有这一切啊 所有这些矛盾本身啊 就带来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 那虚无主义 在整个专题中 其实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但讲到这呢 我还是愿意再来说一说 就虚无主义到底有什么危害 因为在很多人的意识和观念之中 感觉可能虚无主义 也只会导致一种 个体追求能力的丧失或怎么样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虚无主义会有什么危害吗 虚无主义呢 当然有特别特别巨大的危害 就是 当然今天很多人认为大道虚无啊 这个大道虚无是 最近在某一个群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听众抨击我的时候 他自己在表述他观点里 说了一句话 他认为呢 一切表述都没有用 因为大道虚无啊 包括人类在宇宙中是渺小的啊 等等的 等等一切说法 看上去呢 还特别智慧 特别清醒 但虚无有什么问题啊 虚无初看起来和平庸一样 虚无主义呢 就是一种消极文化 这个消极文化 因为其消极性 反而呢 呈现出无害性 但恰恰恰恰 远远不是如此 这个利奥斯特劳斯 在1941年 发表过一个战时演讲 当然就是二战了 这个演讲呢 他这个演讲的题目 叫做德国虚无主义 斯特劳斯是这样讲的 当然啊 我不用念 你也知道德国虚无主义 有什么文化 如果 正如斯特劳斯所说 德国在二战中的很多行为 恰恰因为虚无主义 那虚无主义的文化影响 那就是制恶的影响了 我认为 这个在最近展现的 也非常非常明显 在德国虚无主义之中啊 斯特劳斯说 事实上 德国虚无主义 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 并不抑郁 包括自身在内 万物的全都毁灭 他只抑郁 特殊某物的毁灭 这就是现代文明 约西我可以说 有所限制的虚无主义 之所以成为一种 几乎绝对的虚无主义 仅仅出于这个理由 对现代文明的否定 引导或伴随着 那个不字 不会是任何 清晰的肯定性概念 你看在这里 斯特劳斯也发现 这种一种 全面否定性的观念 这是我们在上一期 相对主义和平民文化之中 都提出和看到的 就是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 最终会导向一种 强烈的否定性文化 今天对这种 我们还会说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 之前在一个群里面 有两个人后来被踢了 他们两个 我们当时总结 这是两位工业党 在那个工业党 实际上这就是 与他们与大家的分歧所在 因此虚无主义 确实不呈现为 对于一切东西的否定 甚至虚无主义 并不抑郁他自己的灭亡 虚无主义 确实沉入 斯特劳斯所说 抑郁着现代文明的灭亡 因此在那天群里 那两位工业党 当然有一位 今天重新加入群众 就是那两位 所谓我们称他为工业党 并不代表任何的灭称 但确实在他们看来 除了发展 没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甚至没有什么东西 是真实的 实际上这个就是 对于现代文明的毁灭 当然我知道说这句话 很奇怪 因为如果你今天 随便问一个人 什么叫现代文明 很可能他的回答是 现代文明就是 集约型大城市 工业科技金融 对吧 如果我们认为 现代文明的载体 和现代文明的核心 就是集约型大都会 工业科技金融 那么虚无主义看起来 确实并不抑郁着 现代文明的毁灭 事实上 虚无主义还抑郁着 现代文明的提升 但恰恰 如果任何人认为 现代文明指的就是 集约型大都市 科技工业金融 那恰恰说明 现代文明 在这个人的心中 已然毁灭了 说明这个人 已经进入了 这种虚无主义 那么这个东西的危害 当然非常明显 就是一切东西 都可以成为 集约型大都市 工业科技 金融发展的代价 只要能够让 集约型大都市 工业金融科技发展 我们就认为 最后一定会有 好的事情发生 在过程之中 一切代价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在二战中 就会发生 犹太大屠杀 甚至原子弹 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 虚无主义的问题 当然 如果我们要讲 虚无主义有什么危害 可以写一本书 甚至写一套书 来讲的可能 未来也是 也不是不会有 用更长的篇幅 来讲虚无主义的 这个动机 但是这确实不是 我们今天主要来讲的 但是呢 对于整个 年度专题的总结 确实需要落到 虚无主义 再重新来提一提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不提的话 可能真的很多人 不认为虚无主义 是一个有 极大危害的东西 只会认为 虚无主义 看起来就是一个 比较消极的文化而已 但实际上 陈如斯特老斯所言 虚无主义 基本上会导致一种 对于现代文明 毁灭的欲望 它确实不导致 对他自己的毁灭 但是会导致 对于现代文明 毁灭的欲望 这种对现代文明 毁灭的欲望 对于humanity 以及一切价值来讲 是一个特别 特别巨大的危机 我相信这个 在现在讲的 也不是一个 特别难理解的东西 好 那我们正式进入 Chapter 9 年度专题的总结 这是年度专题 总结的上 我们讲的是年度专题的问题意识 这个问题意识呢 恰恰与刚才说的东西相连 因为刚才我们说啊 虚无主义会导致 最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呢 是对现代文明 毁灭的欲望 我猜很多人听到这儿啊 已经快丧失 对这期节目的兴趣了 原因就是因为 你一口气 说一个这么大的危机啊 跟我有啥关系啊 最好最后 年度专题的总结 阐述的危机 是个体心理的危机 我们说一种小危机 这个小危机呢 只要个体认识改变了 想法改变了 危机呢 就可以迎刃而解 就像所有网络心灵鸡汤 所承诺的那样 但如果我提危机啊 是虚无主义本身 有对现代文明的否定 我作为一个个人 听这个节目 又有什么用呢 我又能做什么呢 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当然整个年度专题 包括要新做的那个桌游 事实上呢 就是将个人忧虑 与社会公共问题 产生连接的一个尝试 那同样 整个年度专题总结 年度专题的问题意识 就是要将刚才 如此巨大的一个 虚无主义的最大危机 是对现代文明毁灭的欲望 与一个个体的心灵 产生某种连接 要做这个的连通 因此呢 我们可以不必 害怕 对于大问题啊 进行面对和思考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所以说我们来进行 年度专题总结之上 来讲讲年度专题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回答这个问题 来看我们的认识 可不可以加深 就是为什么要做 这个年度专题 这期的整个前半段呢 听了会让人有点沮丧 会听到有点万年聚会的感觉 我自己做的准备过程 也是一样 在准备过程之中呢 这确实是让我 特别特别难受的一期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保证 那听到这一期的最后 会好很多的 因为这期最后确实 我觉得还是给出了一个 与个体生活相当大联系的部分 而且在这个联系之中呢 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和很多的乐观的要素 会让它好很多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 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 实际上呢 在我已经忘了是 之前的哪期节目 我已经提到要讲 这么一个玩意儿了 当时说为了讲这个东西 要做很多其他的准备 实际上是从求知崩坏那期之后 已经开始对于个人主义 和平民社会的准备了 为了准备这个专题啊 我们还讲了 基本上有一年之久 在准备这个专题的内容之中呢 我们讲了欧洲近代史与思想史 就是1400年到1900年之间 欧洲的历史 与欧洲思想史的变化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一个欧美化的社会嘛 这个不用多说 所以说呢 了解这个欧美化社会的思想史 和思想源源 其实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呢 我们准备的是 现代政治的形成 与现代观念形成过程 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对这个做了一个梳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讲了一个系列 就是复杂性 复杂性呢 我们其实是想解决 现代认识论的极端形式 到今天是什么样的 当然这个呢 是比较学理化的两期 之后呢 我们讲了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呢 就是在今天的 第一社会学科显学 经济学领域之上 我们来看 现代认识论这个极端形式 实际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是什么样啊 以及有什么问题 随后呢 我们讲了媒介与传播 它其实呢 是在讲语言本身 与现代认知形成的关系啊 但对于现代认知的载体 现代媒介 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然后在正式讲 这个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年度专题之前 我们还讲了 神话与心灵这个系列 它呢 是我们在讲进了 从现代政治 到现代观念 到现代认识论 到现代认识论的应用 到现代认知 之后我们讲了 除了现代认知 我们如果要去想象一种 其他方式的认知 我们大概给了大家 想象它可能是什么样的 什么叫做一种 神话性的认知 所以本质上 讲了这么多东西啊 其实都在讲一个问题 这也是饭店早期 可能收听量最大 大家反响最多的一个节目 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也就是本质上呢 讲这么多 包括年度专题本身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还是在回应一个问题 就是现代是什么 现代性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所以本质上呢 就是为了讲这个问题 来讲年度专题 和年度专题之前的所有内容 所以花这么多时间 来讲现代性 一定是因为两个东西 第一它很特殊 第二呢 它与我们的生活高度相关 所以说理解这个特殊 和如何相关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为什么讲这个年度专题 那讲现代性的原因啊 我们每个人要去理解 现代性的原因 绝不是因为 OK 我们生活在现代 所谓的一个人啊 要了解他的时代 这样的层次乱掉 完全不是这样的原因 了解现代性 跟任何时代的人 了解他的时代不同 现代有一种 非常特殊的气质 这个非常特殊的气质呢 引发一种非常特别的烦恼 这个个人主义 与平民社会 就是为了解决 我们每个人 这种特殊的 现代性烦恼 而得出的 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 现代这么特殊呢 就是因为现代 有一种特别 自以为是的 时间气质 是从黑格尔开始 我们逐渐拥有 这种特别的 时间气质的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现在大多数人 对社会的认知 包括我们自己 对社会的认知 我们现在认识到了 这个社会发展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在很多不同阶段之中 他会遭遇 很多不同的问题 但是 现代的特殊支出 就在于 其实 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才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 在现代之前 对现代人来看 都糊涂着呢 比如说古希腊人 还在追求某种 月上世界 永恒不变之物 在其后的西方 这个基督教文化之中 还在追求某种 宗教式的 救赎于永恒性 这个看起来呢 都是很愚昧的 就是说 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有每个时代的矛盾 和每个时代的问题 这个不仅是我们 今天要理解 现代的重要性 也是直到现在 我们才搞明白 这个问题的 在现代之前 人们都还以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抓住 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 到现代 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要抓住到 现代的矛盾的问题 第二 我们抓住 现代矛盾的问题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洞察了 某种永恒性的问题 就比如说 在马克思认为 就这个人类社会发展 是从这个奴隶社会 到封建社会 到资本主义社会 到社会主义社会 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其中呢 虽然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问题 但是呢 它有一个总体的 发展规律 和发展脉络 在其中的 在黑格尔的呢 这个东西 被叫做绝对精神 所以说 我们在现代 我们不仅 比以前任何的时代 都意识到了 历史主义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呢 还总结出了 真正的规律 而不是他们 妄图去追求的 那么一个东西 现代自以为 是的特点 还不仅如此的 恰恰到现代 我们不仅认清了 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 问题的特征 我们不仅 从中反推 得出了一种 总体的发展脉络 而且我们 距离其终点 只剩一步 在黑格尔那呢 是黑格尔所在的 就是当时的 德意志的政府形态 已经界定 人类政府的 终极形态 在马克思那个地方呢 就社会主义 距离共产主义啊 就是最后一步 在今天呢 被形成 类似于2035年 基点降临 人类历史终结 这样的一种论述 也就是说 现在的自以为是啊 从一到中 他既认识到 时间的特殊性 又从时间之中 推出了最终规律 而且他还恰巧 站到了时间的 终点之上 你可能会觉得 我就不这么想 为什么我这么想 我就没有这种 自以为是 但其实不是的 比如说绝大多数人啊 绝大多数科学主义者 他可能听我这三点说 嗯我不 我没有这种自以为是 但他都会认为呢 无论如何 科学发展是好的 但如果你没有以上的种种认识 你怎么能够确定 科学发展是好的 例如我们今天也认为 嗯不管怎么东西 经济发展是好的 如果你没有以上的这种认识 你怎么能肯定 经济发展是好的 因此呢 只有在现代性的这种 自以为是之下 我们才能了解一个东西 就是社会具有整体的 发展方向和结局 如果任何人认为 社会有整体的发展方向和结局 某种程度上呢 他都在使用这种 现代性的特征 来看待这个社会 因此以上三点 自以为是 听起来虽然有一点点过分 很多人认为呢 他就不会有这种自以为是 但这个自以为是带来的 观念 其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 就我们认为 我们能够判断发展方向 甚至结局 因此呢 第一 社会的走向 以及个体行为 因为符合发展方向 所以合理 这个本质上就是 我们之前与那两位工业党人 争执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业党人呢 其实就是认为 你甭管什么 善不善 价值不价值 只要符合大的发展方向 行为呢 不管是社会整体 还是个体 就具有这种合理性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 托斯托尔夫斯基 四种虚无主义那里讲的 实在主义的虚无主义 当然呢 也有很多人秉持的结局啊 就是因为结局将近 所以什么都无所谓了 就是比如说 2035年 反正机器最终 就要代替我们所有人的工作 所以现在认真工作 或者认真做事 还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我们看起来 人类就要走向毁灭了 所以毁灭之前 认真去拯救他 反正拯救也拯救不了 去做这些事 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某种 结局将近论 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那四种虚无主义的 生机主义的虚无主义 当然了 在史特劳斯那个地方 不管是实在主义的虚无主义 还是生机主义的虚无主义 其实都指向 对于现代文明的毁灭主义 也就是说 在符合发展方式来看啊 现代文明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文明和价值 并不值得留恋 只要我们把握住 它的发展方向 有更好的技术 有更好的生产 有更好的经济 现在文明之中 所有东西都不是问题 是可以毁灭的 当然啊 生机主义的虚无主义 也认为 反正一切都要走向毁灭 保存现代文明呢 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也可以 积极的去毁灭它 所以现代性 确实因为此点非常特殊 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因为 这样的自以为是 而产生出这样的 对于当代和历史的看法 并没有产生出 这样的虚无主义 和这样的毁灭主义 所以说呢 现代性在这个角度上 是非常特别的 当然 现代性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如果在现代环境之中 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们都认为 我们已经找到了发展方向 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结局 而秉持某种虚无主义 和毁灭主义 其实也没什么烦恼的了 就这么 这么活不就完了吗 因此呢 现代性啊 有这样的特征 这个特征 其实是与另外一个问题 结合变成一种真正的烦恼的 这个呢 就是现代性这种烦恼啊 在翻转电台的脉力之中 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 听翻转电台 并且从中得到一些 共鸣和启发的人 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 因为对一个铁杆科学主义者啊 就是 这并不是一种烦恼啊 这恰恰是他的优越性所在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他为什么是个烦恼呢 正是因为 其实对我们来讲啊 是并不认可这样的判断 但是呢 这样的判断 对于我们的判断形成困扰了 也就是我们对于 到底什么是可遇的 什么是好生活 因为这样 现代性的自以为是 形成了这种困扰的烦恼 就说的更简单一点啊 就如果一个明白 就是要赚钱 就赚钱是好方向 除了赚钱 其他那不用考虑的人呢 他肯定不来听 这个年度专题 或者认为呢 纯粹享乐主义 也不必听这个年度专题 他可以直接进入某种技术学习就完了 所以说 听富然电台 持续听这个年度专题的人 实际上有一种烦恼 这个烦恼啊 就是非公立主义 非享乐主义的欲求 在今天怎么办的烦恼 正是因为不管是公立主义还是享乐主义的欲求啊 在今天呢 都可以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实在物 不管是钱 财富 消费 或转化于某种社会景观 或者社会现象 但是 我们这些 还享有一些 非公立主义和非享乐主义诉求的人 我们的追求 没法直接转换成社会现象和社会景观 因此 对于翻转电台而言 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呢 实际是要在现代性的情况之下 这种非虚无主义的追求 寻求理解和出路 这样一个问题 而年度专题呢 也是为了这个来做 因此听节目的人呢 不是那种可以全心全意拥抱虚无主义的人 当然也有少数啊 就是他们总是听得非常认真 然后开始肆意攻击这个节目 来寻找一点安慰 那么对于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到的是 非虚无主义追求 与虚无主义追求之争 并不是现代的专利 就是与虚无主义的争斗啊 是一场持久的泰坦之争 就是非虚无主义追求 本身用一种烦恼啊 并不是一个现代问题 也就是说呢 其实为什么讲的是泰坦之争啊 当然这个用的是海德格尔 在存在于时间最开始那句话 因为所有的非虚无主义追求 我们就是想证明 有些东西是真的存在的 不管这玩意儿叫善 叫美 叫永恒 叫神 叫自由 叫权力 叫自然 就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都是想证明 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当然虚无主义 科学主义 或者任何 包括工业党 等等的 他们是想证明 这些东西并不存在 因此它不值得追求 所以说呢 虚无主义是一场持久的泰坦之争 并不是一个现代的问题 像我这里列举的 孔子与邵振卯之争 苏格拉底与智术师智者派之争 宗世纪阿奎纳与唯明论之争 康德与休默之争 胡塞尔与时政主义之争 尼采海德格尔 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之争 以及史特劳斯与剑桥学派之争 实际上就是从古到今 这场持久 旷日持久的虚无主义 与非虚无主义的泰坦之争 中间的很多线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 2500年之前的论语 依然对我们有着启发 我们能够理解它的根本原因 我们去读理想国 依然对我们有着旺盛的启发力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实际上 我们在面临一样的处境和问题 当然对于处境和问题 保有不同的语境 但导致其可根本被理解的原因 就是当孔子谈到人 人的存在 这样的非虚无主义追求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人和我们现在追求的其他一些词汇 善美 道德 自由 等等等等 产生某些联系和共通性的思考 所以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只是一个老问题的新形态 从轴心时代到启蒙运动 都是与虚无主义的斗争 那为什么要在接下来讲之前 要讲虚无主义 是一场持久的泰坦之争呢 原因就是理解这个渊源 其实特别重要 也就是说呢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 各种各样根基性 根基性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某种根基性的来源 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啊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具有持久渊源 因此 就着这样的关心和求索 我们与一个长久的渊源 产生某种联系 因而获得一种根基性 根基性跟这个就高度相关 而获得根基性呢 是我们的年度证题里面 反复提到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呢 根基性啊 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渊源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与传统和历史的关系 我们感觉到 传统和历史 并不是一些已然被抛弃之物 传统和历史中间 有一些东西 与我们存在着广泛和深刻的联系 这个本身是一种根基性 非常强烈的来源 所以说在我们的争集之中 正当性问题里面 有一个选项 是说正当性呢 是由各个时代的 不同社会现状 构成和决定的 如果你选这个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 很强烈的历史主义 色彩的答案 这个答案里面呢 当然蕴含着相对主义 和虚无主义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意识到 正当性问题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 正当性问题呢 绝对是有其历史 和传统远远的 它不是一个 仅仅被各个时代 去局限和限制的 一个问题 所以说感受到 这种根基性 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当然 还有一种根基性 来自于和他人的关系 当我们遇 所有他人的关系 都异化 或者都间接化之后 当然就是今天的状况 这种根基性 也会丧失 那根基性 我们之后会再说 甚至我都在考虑 整个年度专题 总结的下 就谈根基性 的一个问题 很有可能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但现在我还在准备 还没完全确定 那我们接着往下谈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 多讲讲思想史呢 当然我也没少讲啊 但讲思想史 为什么不足够 还要讲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这个年度专题呢 就是因为虽然 这是一个持久 旷日持久的泰坦之争 但这个泰坦之争呢 也具有现代形式 就是非虚无主义呢 也是一种现代烦恼 因此年度专题 主要就描绘着 它为什么是一个 现代烦恼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 现代烦恼 就是我们 非虚无主义的追求 在现代遭遇的困境 是什么 大概呢 就是这三个困境 第一 认识论上的困境 第二 与他人关系的困境 第三 现代生活形式的困境 在这三点之上呢 我们都与过去的时代 有截然不同的 一种现代状况 而且这个状况呢 确实对于 非虚无主义追求 构成了非常巨大的挑战 所以年度专题 说下来 它的问题意识 就是在讲 现代性 就是一个旧问题 所遇到的新困境 所以本质上 他想讲两个东西 第一 为何这是一个旧问题 从它的旧问题之上 为我们复兴一点根基性 所以里面有很多 历史发展的问题 我们也讲 古希腊城邦的个人主义 是什么样的 等等等等的 而里面很多东西呢 也在讲 尤其是最多的内容呢 就在讲这个新问题 是什么样 导致我们能够 对这个问题呢 形成理解 进而到最后 形成每一个个体 在这个旧问题的 新困境之下 你自己行动 和实践的可能性 要从中浮现出来 而年度专题的 这个总结 就是为了让 这个行动的可能性 能够更好的浮现 所以说我们 我们就来看看 这几个困境 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 现代性的认识论困境 就非书主义的追求呢 在认识的层面之上 在现在面临 对瓦解的危险 当然啊 这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第一个呢 就是科学主义 对于人领域的侵入 那么在 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 在饭店里面 非常非常多 在问答里面 在special里面 在年度专题 在之前节目里面 都很多 那么今天我想 尤其说的呢 是这种认识论 其实特别根深蒂固 它绝对不是说 我们只要说 我不是科学主义者 或者我的自我说明 是我认为科学道理 不能够来解释一切 就说明你已经摆脱了这样的认识论 完全不是啊 其实这个认识论呢 真的很根深蒂固 因为它处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 在我们的教育之中 因此 就即便对我而言啊 我认为我反对科学主义 但70%我还是个科学主义者 你就可以想一想 对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就我们是不是本能的 直觉性的 就脑子像连好的线一样 自动的去重逻辑 重道理 重事实 就在我们与他 尤其我们与他人产生对话的时候 尤其我们与他人产生争论的时候 简直就是抑制不了的 去依据事实和道理 来进行对话 进行判断 当别人问我们 啊 我有一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抑制不住的 去讲事实 讲道理 就是如果你也是个这样的人啊 其实就是个科学主义者 而这个东西呢 对人的领域侵入性是很强的 所以说 对于我们来讲啊 比如对我来讲吧 就先这么说 对我来讲啊 我还有没有可能摆脱科学主义 这种实证认识性 对我的影响 我都对此存疑 而且我从这个也理解了 为什么尼采说 从他开始 再产生真正的超人 可能需要一两百年 我们充其量 只能做超人的父辈 可能原因就在于此 我就感觉到这样的局限性 因为对我来讲啊 就是我可能活了278年 才开始想这个问题啊 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说呢 我可能真能做超人的父辈 能够让他们从小就不要这样想 但对我来讲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本质上 我已经不可能成为 尼采口中那个超人了 就是这样东西呢 实际上远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根深蒂固 那么第二个现代认识论呢 就是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瓦解的呢 是对话与共识 探求的巨斥 就像刚才我说到 我自己 我都忍不住要加一句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从我角度来讲啊 实际上呢 这就是在今天 我认为别人的经验 如果你就要说 因为这是我的经验 因此这是所有人的经验 看起来是极其鲁莽 和不礼貌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在否定对话 和共识探求的可能性 所以说 价值问题啊 遇到事实问题 抛弃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说 每个人是不是 被现代认识论困扰啊 是一个伪命体 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地方 遇到人说啊 这是一个伪命体 其实当他说 这是一个伪命体的时候 实际上呢 他是在拒绝对话 他是以相对主义的方式 拒绝对话和共识 别人的经验 别国的经验 别的文化的经验呢 对于一个人 一国一个文化呢 可能是没有用的 或者任何个体性的东西 都是纯粹个人的 我们说啊 人与人之间啊 可能是没法达成共识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任何巴比塔的隐喻 在今天形成一种 强烈的共鸣 都是相对主义 对于对话和共识 探求的巨斥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会发生各种各样荒唐的事情 荒唐到我都 荒唐到我不敢在节目里 举那些例子的地步 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也是某种 现在认识论带来的 根本困境 那第三个困境呢 当然是平庸 对于非虚无主义的敌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胆敢追求 某种非实证 非事实的东西呢 你会遭遇到 非常强烈的敌视 这个敌视呢 甚至来源于你自己 想对于这种价值负担啊 去抛弃 而对于某种平庸规范呢 来迎合 就比如说 在平庸性情内 其实讲到的势力 我就说 即便我自己啊 也是一个有够势力的人 就是我自己的消费 实际上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呢 也是一种被动的压力 和被动歧视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真是很难去摆脱 这种平庸规范 加注在我们身上的 各种要求 就对于我们自己 所提出的 非实证和非事实的追求啊 这种敌视的可能性 非常大 然后可能到 大到呢 就我们觉得在 可能除了翻店群 和翻店评论以外的地方啊 这种话都羞于其耻 就谈出来的特别中二 所以说啊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根深蒂固的问题 比如说心物二元论 身心二元论的问题呢 是现在认识论困境 一个特别重要的 从笛卡尔 传下来的 这么一个问题形式 就比如说 对于正当性 和尊严的问题呢 在深深二元论的情况之下 就很难探讨 我们会很明显的发现 在我们真集之中 提到的正当性问题 或我们在真集之中 提到的尊严问题 尊严问题呢 其实既非一个 纯粹生理感受 也非一个 纯粹心理现象 尊严呢 绝对是一个 身心一体的东西啊 但是对于今天的人 就是我们从很早 讲到海德格尔那里 说主客一体 那个问题又一直困扰了我们 困扰了今天呢 其实对这个问题 连我也没有给出特别好 能够让大家 忽然改变的答案 就是我们如何 抛弃身心二元 主客二元的论述 来形成某种 主客一体的论述 这真的是非常困难 这个可能只能 在我们的后代身上 就完成了 所以说因为我们意识到 身心二元是有问题的 认识论困境不仅仅是一个认识的困境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虽然我们没法完全摆脱它 但是我们能够明白 认识论困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认识 它明显着影响着我们的软 影响着我们的精神 这种认识论困境 明显会导致一种软弱的精神气质 这就是之前我们平庸那期节目的名字 叫做平庸这种性情 而非平庸这种认识 所以现代认识论 不仅仅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论 同时也形成我们的某种性情和精神 而且它肯定是一种软弱的性情和精神 所以说有这个东西之后 要摆脱是很困难的 而且摆脱绝对不仅仅是换个想法的问题 这个摆脱本身的跟强健精神 就有很大很大的关联了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一个 其次呢 现代性的也是某种人际关系 这个可不仅仅是微信这个东西 第一 基于货币交换的金钱关系 在股票上跟另外一个股民 你从他手里买到股票 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 只是一种遮蔽的 不能再遮蔽的人际关系了 基于权力的服从关系 不仅仅是指在某个单位 或某个组织之中 基于权力的服从关系 就是当你需要走任何一种 漫长的流程 去完成什么东西的时候 这都是一种 基于权力的服从关系 以及呢 基于媒介现象的符号交换关系 这个更多的呈现在网络之上 就这些关系呢 在过去的年代都是不存在的 这是现代社会 一种很特殊的人际关系 而且这些关系呢 无一例外 都是基于事实和现象的关系 那么自然呢 从这种关系之中 我们无法通过货币 通过权力 通过媒介的符号交换 来追求我们的 所谓非虚无主义价值 而且我们也很明白啊 就现代性的建制呢 在减少人际间的直接接触 让间接的 这个需求媒介的人际关系呢 大大的增多 在这种增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谓的非虚无主义追求 当然也会面临一种 现代性的困境 当然 除了这种间接直接的关系之外啊 他人保持什么样的认识论态度 就刚才那样的认识论态度 在人际之间当上也会产生 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现代性的特殊之处 还在于现代性的 有他自有的一套人际关系 当然现代性本身呢 还包含着不同的生活形式 生活形式这个词汇 当然是同维德根斯坦的 那个哲学研究之中来的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 生活形式这个概念呢 就是因为在维德根斯坦的 语境之中啊 生活形式呢 是影响语言游戏的 而语言游戏本身呢 影响着语言意义 语言意义 当然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追求了 所以说我们现代这种 抵抗虚无主义的方式啊 当然强烈的受制于生活方式 受制于我们对于 语言的使用和语言的感受 当然在整个年度专题节目 和问答和special节目里面 对于语言的分辨 其实非常非常多 包括之前有期节目里面 我们还提到对于语词 对于百号文系统的 一个分辨和认识 希望从这里面呢 你能明白这里说的是啥意思啊 就现代生活形式 影响现在语言 现在语言影响语言意义 语言意义影响价值追求 当然啊 现在政治形式和现在经济的形式 就是两种生活形式里面比较核心的 这个生活形式呢 在我们之前其实有讲啊 就政治形式呢 大概是说政治行政化的这种形式 而经济形式呢 核心体现为与国家形成的经济共同体的贸易猜忌这种形式 当然贸易猜忌呢 最近也是建筑报端特别多的一个实际事件 正是这样的生活形式是过去社会所没有的啊 就行政化政治和贸易猜忌形式是过去社会所没有的 而这两种形式呢 是根本形塑我们生活形式的两种形式 所以实际这个呢 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根本情境 我们呢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中 去塑造我们的语言 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呢 来产生我们对于语言的理解和价值的追求 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困扰和困境 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之中 这样的生活形式之中 包括我们讲到的词异弱化等等问题啊 其实比如说词弱弱化呢 绝对是贸易猜忌的必然结果 因为我们在那里面已经提到了 词异弱化本身和货币通货膨胀之间的 的共同构性和可能非常一致的关系了 所以说贸易的猜忌 我们也知道贸易猜忌是各国竞相货币贬值 一战二战的基础 所以说呢 这个其实与语言弱化 词弱化 共享同样一个结构 所以说我理解啊 刚才所讲的两个 第一个认识论障碍 第二个人际关系障碍 都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找到例子 去想象的 但是现代生活形式如何影响语言 最终如何影响价值追求呢 是一个在想象上比较难以想象的问题 就是因为像维特根斯坦说的 所有一切语言笑话的具有某种深度 是一种语言误用 对吧 语言问题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深度 它比某种认识论反思 和某种人际关系的反思 要深得多 因此形成这样的语言反思呢 是一个比较深的视角 这个视角我们有机会啊 之后用专门的节目来讲这样的视角的问题 我们在今天呢 不花过多的时间 来展开现代生活形式如何影响语言 进而如何影响价值追求 这个我们做一个专题以后来讲 但确实以上三点啊 就是认识论的障碍 人际关系的障碍和生活形式的障碍 构成这个旧问题的新困境 这个新困境呢 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克服它 才可能能够去解决我们这种烦恼的困境 所以说这种非虚无主义追求啊 在现代性情况之下 是遇到多重挑战的 我们是要去应对这样一些困境的 你就说 如果在今天的人 还需要去做非虚无主义的价值追求 那么他起码需要 第一 识别情境并突破情境 这代表他对于现代生活形式有所理解 第二 他能够重塑实际情况之中的人际关系 他对于现代人际关系 困境有所理解 第三 他能够适应一种非罗格斯中心主义的认识论 他对于现代认识论的困境 能够有所突破 因此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磨练出一种非现代化的性情 做到这三点的人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三点 我能够百分之百的保证 对于一种非虚无主义的追求的烦恼 就会少很多很多 但是说到这儿 才是问题的开始 因为说到这儿 接下来马上要回答问题 你说的倒轻松 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应对这三个挑战呢 好 正是要去回答 怎么做 才能应对这三个挑战的问题 才需要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 好 我们兜了这么一大圈 其实说明白的一个问题是 做年度专题节目的问题意识 就是找到 非虚无主义追求 这个旧问题 在现代性框架之下的 新挑战和新困境 这个新困境 总结下来呢 是这三个 但是这三个到底该怎么做 实际上呢 就需要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之中 来提出的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了 我们终于收回到 年度专题的这个标题 个人主义平民社会了 因此呢 年度专题啊 是指向对于这个问题的某种解决 解决呢 是需要个体去做 而不是需要个体去说的 所以为何选择 所谓个人主义平民社会呢 恰恰是从实践角度出发来 说这个问题 因此 现代性的切入方式 千千万万 其实是在想 什么样的切入方式 能够实现每个个体 对于某种性情的调整 是在这里呢 想去尝试解决的问题 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啊 其实非常多 比如说尼采整个呢 是对现代性的一套分析 那比如马克思韦伯 理性化去魅理性官僚系统 是对现代性的分析 安东尼吉登斯 时空托育知识反思 反思是对现代性的一个分析 包括爆慢 流动性 消费性 光光异化等等啊 包括整套 这个法兰科夫学派的批判系统 都是对现代性的某种认识 对于现代性的描述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呃 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如果每个个体啊 如果你的目标 是想对现代性说些什么 构成某种说明 那太容易了 想谈谈现代性 说说现代社会 太容易了 这其实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之前那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完全不够的原因 就之前那个节目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就停留在说说现代性 说明一下现代性的问题之上 因此正是对于所有这些视角都不太满意 所以说我们往前一步 就可以说到年度专题的根本性的问题意识了 也就是说根本的问题是就在于 对于现代性的一切说明 都无法形成真正对现代性的理解 因此变为人们的某种实践行动 因此以什么方式谈论现代性 可以跳出对现代性的说明 实现真正的理解 进而促使人们真正行动的改变呢 就是年度专题 个人主义平民社会 最根本的问题意识 而这里面反复说到两组概念 说明和理解 这个你要去听上一期的节目 我们在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多 这个说明和理解这个概念 大家在维特根斯坦经文也说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怎么能够把这个 还原为个体实践的视角呢 它要去避免的是现代性的碎片化的问题 之所以现代性本身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切入方式 就是因为现代性的玩意 它跟古典还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谈到古典时代 尤其是从希腊到罗马的古典时代 你不用找这么多视角 其中有一个最根本的视角 你读苏格拉底 读波拉图 读亚莱士多德 读西塞罗 读奥勒流 都在谈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是啥 那就是美德 所以如果要去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 当然他们对美德的产世各有不同 但本质上他在谈Virtual这个问题 但现代性就不是 就现代性是个特别碎片化的东西 就现代性的生活形式 是一个没有类似于古典时代 美德这么一个主线的 它是一个无主线的生活形式 但正因为此可能就是我们彷徨的来源 史特劳斯在描述现代性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现代社会 就是他在讲现代性浪潮的时候 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自由 和最大的无能为力 当然这话挺有启发性的 但我们以今天的时代来看 史特劳斯可能还有一问题 没看清楚呢 就是现代性里面 是不是蕴含了最大的自由啊 或者说现代性最大的自由 只是现代性早期的一个暂时现象 当现代性进入其成熟期的时候 是否还有最大的自由 甚至都是一个值得去怀疑的问题 因此即便不是这些关于现代性的宏观视角 就现代性的微观视角 甚至呢都是非实践性的 或者它的实践呢 是非现实主义的 就比如说福科 其实就是以个体性的视角来谈现代性的 尤其是信实 这一本书对吧 福科呢就是从现代性的主体 如何做自我构建的视角 来谈现代性的 所以说它的理论呢 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追捧 那么在福科的理论之下呢 现代性的实践是怎么实践呢 当然也有其纲领 是一种反理性的 反权力的 很激情的 甚至疯狂的 离经叛道的生活形式 类似于福科 其本人和巴塔耶 所追求的那种生活形式 但我必须说 那种生活形式 完全具有理论上的可信性 但确实不具有现实主义意义 因此能够将现代性 还原为一种 现实主义实践的方法 是挺困难的 什么方法 什么视角 能够实现这个呢 就是根本的问题意识 因此对我来讲啊 如果真的有一个方法 能够回应这个问题意识 那么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呢 就不能是概念分析 而需要是生活形式的分析 所以说呢 就找到了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 因为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 它当然是两个概念 但这两个概念背后 并不是一个学术理念的概念 而恰恰 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 是两种生活形式 它不是单单意识形态的混合 而是生活形式的混合 因为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 都还不是那种高度抽象化的 学术理论 而其描述的恰恰 就是一种挺实在的生活形式 就比如说我们讲的 个人主义的起源 英国个人主义 它就不是一个思潮 而是一个社会实践 带来的生活形式的改变 就是在中世纪后期 资本主义兴起 长子继承权制度 在被黑死病摧毁 和破绽之下 整个不列列群岛 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形式 因此 它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 而是以生活形式为先导的 平民主义也一样 俄国平民主义本身 也不是一个思潮 是俄国当时实际的反对 西欧英国个人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生活形式 向俄国入侵形式之下 人们选择了这个生活形式 我们看美国的平民主义 就是杰克逊 这个是在平民主义 与个人主义河流 那期讲到的 这个也不是一个思潮 是美国反对 英国个人主义情况之下 发展出来那种 共和制生活形式 要反对它 将共和制改造为民主制 形式之下的一种生活形式 而日本平民主义 也不是一个思潮 是日本反对英国个人主义 传到日本 变成这种城市贵族 生活形式之下 城市普通 这种文职阶层 形成这种生活合理性 的一个生活形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 是特别有实质的 尤其平民主义 在俄国那里面 挺下为春色 这种生活形式的合理性 在美国那边 体现为美国 平民在政治生活中 参与形式的合理性 在日本那边 体现为日本初级 城市文职阶层 在现代化 生活形式的合理性 所以说 而且这些都不仅仅 是一种存活的策略 它都是一种正当性策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找到了某种 整体性的生活形式 来看个人主义的生活形式 和平民主义的生活形式 他们的矛盾 带来什么结果 所以说 这个就是要把问题 找个人主义 与平民社会 这么一组矛盾 来解决 那个问题的原因 整个这个系列之中 我们在谈个人主义 和平民社会之中的 各种各样的现象 那现在 我们来好好谈一谈 个人主义 与平民社会 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来好好看个人主义 尤其来看个人主义里面 有什么实践矛盾 所以矛盾肯定是我们这一期 挺重要的一个说法 挺重要去洞察的一个方向 那么个人主义产生初期 包括长子继承 黑死病 新城市人群 它确实这种生活形式 有一个张力 是新的求得生活的方式 所以个人主义本身 是有很强烈的现实主义 考量和策略的 它并不是一个 很理想主义的生活形式 但是在这个现实主义过程之中 确实蕴含着一个 特别特别深的矛盾 因为现实主义 尤其是个人的现实主义 总是与两个重要的问题相关 一个是生存主义 一个是功利主义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人要现实一点 说得最直白 这种现实性总是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活下去 确实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种现实主义 还变成政治现实主义 就是马基尔维里式的 就是国家要先活下去 再来谈善的问题 那么个人呢 确实也有存活问题 在个人存活问题之外呢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 也谈存活问题啊 但我明白 当人们谈存活问题的时候呢 他其实谈的不是存活问题 在早期个人主义呢 也是一样 其实绝大多数时候 人们谈存活问题 谈的其实是快乐主义的问题 就是真正危及生存啊 虽然人命也挺脆弱 但比如说在现代情况之下 实际上生存并不是一个问题 而快乐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我们看功力主义啊 从边庆到穆勒 那么功力主义 对于传统一个很大的摆脱 就是呢 把这种现象化的快乐 摆在善的前面 我们先不要去谈什么道德 品格 美德 善的问题 我们先来谈快乐的问题 比如说从英国怀疑主义到边庆 就把人真正的追求 当作快乐与痛苦追求的二元 因此功力主义本身 有极其强烈的快乐追求 这个在今天来看的 没什么难理解的 今天的人呢 确实也有非常旺盛的快乐追求 因此在个人主义之中呢 有一个很强烈的 权力胜于善的这么一点 这确实也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根基啊 就是我们今天社会谈权力 比谈善谈得多 权力肯定是一个比善 这个权力是right 不是power啊 就是那个利益的利益 那个权力肯定是一个比善 更根本的问题 但是在个人主义之中呢 这个权力怎么说保障啊 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推理方法的 也就是以洛克的政府论 为最核心的推理方法 因此个人权力 公立主义的核心权力 是以什么为根本保障呢 我们都知道啊 就个人主义之中 是以私有产权为核心保障的 那么私有产权 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比如说 我辛辛苦苦种稻田 然后采集到很多水稻 这是我的财产 然后来一伙山贼 把我抢了 抢成他的财产了 也是一个财产 那也是他的私有财产 那凭什么前面我这个财产是权力 一个山贼抢我的财产 就不是权力呢 劳作比起抢夺本身 具有什么样的优先性 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啊 涉及对洛克政治论的很深的探讨 当然呢 这个也与洛克的基督教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这形成了后来 包括劳动经济学 一个特别重要的根基 就是私有产权 是以劳动为核心的 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啊 真没那么正常 比如说在古希腊城邦条件之下 是蓄奴的 任何蓄奴的条件之下 私有产权的来源都不是劳动 而是他人对你的劳动 他人对你的服务 是你对他人的奴役得来的 但在今天呢 当然你可以比如说 在这个古典部落之时代啊 这个私有财产啊 是通过征战得来的 比如说我是一北欧围京战士 我杀了对方一个战士 那他的东西归我 他的妻子孩子都归我 当然是可以这样的 对吧 只有在洛克之后 但不是只有啊 就是很强烈的在洛克之后 私有产权以劳动 作为核心 这个远没有我们今天 看起来这么自然 也没有我们今天 看起来这么唯一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的观念呢 就是从这个 个人主义观念之中来的 他强调个体权力胜于善 又强烈的将个体权力呢 与私人产权高度相关 又强烈的将私人产权 与劳动高度相关 因此呢 这个权力就成为了自由劳动 并从劳动中获得合法报酬的权力 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 我想说的是啥 我想说的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不容易想到 就个人主义有个很强的矛盾 个人主义呢 是一种享乐主义 公立主义为主张的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劳动主义 就是维京战士 有他们寻求享乐主义的方法 古希腊古罗马 有他们寻求享乐主义的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的享乐 真可以享乐 因为他们有闲暇 他们真的可以享乐 而今天我们的享乐主义啊 其实是个劳动主义 是一种不享乐的享乐主义 因此洛克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呢 其实是一种不享乐的享乐主义 或者我们把它叫不快乐的快乐主义 这个听起来你会觉得 凭什么说今天没有享乐 我觉得我平时消费啊 吃饭挺快乐的 其实完全不是 你要仔细想一想啊 最初这种不快乐的快乐主义的矛盾啊 从清教的财富观里面 就可以看出来 就清教伦理啊 强调功力 强调创造巨大财富 但是呢 不强调使用这些财富 这就是一种很深的矛盾 他强调功力主义 但是强调不快乐 你以为我们今天强调快乐啊 你好好想想 真正的快乐 是我们讲等级社会 讲到美国农场主的时候 他们所高度崇尚那种 可以什么都不做的闲暇的快乐 但今天的人 即便在闲暇的时候 他有什么都不做的快乐吗 你想想双十一之前打折 去算分 提前 存到购物车 调闹钟调到零点 起来抢 抢小米 抢华为 充分消费本身 有极其强烈的劳动色彩 其实充分表达也是啊 在网络上出门表达 你每次一想吃饭 就在吃饭之前 拍下你的菜 调颜色 发到朋友圈 包括很多男孩女孩 拍自己的自拍 美颜 调东西 发到朋友圈 就跟那种真正农场主 和古希腊人那种闲暇相比啊 其实我们今天 没有闲暇 就尼采其实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种现代特征啊 就现代他的特征之一呢 很强烈的特征就是过劳 而我还认为啊 这个过劳啊 还不在我们劳动之中 实际上今天的消费 和今天的表达 也是一个过度的 因此呢 你看 就是现代性这种劳动正当性啊 需要充分的劳动 就包括马云为什么说 99都是福报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伦理是存在的 虽然从自本家嘴里说出来 挺奇怪的 但劳动很光荣 这个我们也并听的不少 所以充分的劳动 到充分的财富 什么叫充分财富 你今天只有一两百万 你敢说自己是充分财富吗 到充分消费 什么是充分消费 买上四五个 你喜欢的东西 是充分消费吗 还是要紧跟潮流 买一切潮流之物 才是充分消费 什么是充分表达 在朋友圈发两三句话 这是充分表达吗 因此财富消费 表达在今天 都有非常强的劳动特征 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因此个人主义呢 在善与功利 或者与快乐之中 或者在传统善快乐之中 明显选择以快乐为核心 但是呢 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之中 没有选择维京海盗的方式 没有选择古希腊和古罗马奴隶主的方式 而选择了劳动作为财富 财富带来快乐这个方式 但这个方式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内在矛盾 因此个人主义本身 在实践和生活形式上 就有这样的内在矛盾 它会带来一种强烈过劳的色彩 除了过劳色彩之外 它也有一种很强的无实质性 比如说不管是美国的庄原主 古希腊的自由民 还是古罗马的罗马贵族 对于什么是快乐 都有他们的一套主张和想法 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讲 其实不然 看综艺也是快乐 买新手机也是快乐 抢限量消费品也是快乐 等等等等的 去网红店也是快乐 就算他需要排队等等 就修照片发照片也是快乐 所以今天人选择的 都是一种非常牢碌的快乐 他不仅选择牢碌的快乐 他也让快乐本身 有一种无实质性 就今天的人 其实对于快乐 没有特别强烈的定义 很多东西 都是在一种劳碌 与追求充分的过程之中 完成的快乐 所以个人主义 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你充分消费了 你消费的多了 那比如说 你买了新的这个iPhone XX Max 新的已经是11了 你买了iPhone11 Max 你的朋友当中里面 掏出一个iPhone7 他的消费就不充分了 这会让他很难受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既劳碌也产生了平民主义 所以我们也来再回头 整体性来看看平民主义 我们知道正是因为这样 过分充分的对比 产生了平民主义 那平民主义最开始呢 都是起源于 对于个人主义生活形式的反对 比如在俄国平民主义之中呢 是对沙俄贵族的反对 在美国平民主义之中呢 是对开国共和派的反对 在日本平民主义之中呢 是对德川幕府转向 新的明治维新时期 这种传统贵族的反对 所以平民主义最开始啊 都是反对个人主义 塑造出来这么第一批社会精英 他们希望我们的阶层 也具有合理性 来反对这样的精英阶层 是他们最初的想法 但是在实际的实践之中 所有的平民主义 都不约而同的 形成了某种新人的运动 就创造新人和新阶层的运动 意思是说 虽然在俄国平民主义 最开始提出了这种 村舍主义和俄国农民的合理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最后也发现了 是以列宁领导的工人 这种新人的创造为核心的 日本也一样 虽然他们也是一度走向了 日本传统 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 以托亚入欧的新日本人 为核心的形象 我们这也一样 虽然最开始也走向了 某种先秦传统和孔子传统 但最后还是以新文化运动 塑造一种说新话 有新思想的新人 为核心的这种运动 因此我们发现 在平民主义运动之中 虽然想诉求的 仅仅是我们这个阶层的合理性 但最后呢 不约而同的走向了一个策略 就是要塑造一个新身份 并主张这个新身份 有克服旧问题的根本力量 只有和这个新身份相关的实践 才具有某种合理性身份 他诉求的 不是于某种 个人主义新精英的平等 而是想诉求一个新身份 并且说 只有这个新身份 才有合理性 当然啊 这么看起来呢 现代平民主义啊 跟宗教改革 其实有非常相似的特征 其实我们在宗教改革 那期说过啊 在这个欧洲近代史 近代思想史之中 我们说啊 宗教改革是身份政治的起源 所以说现代平民主义啊 确实从宗教改革中吸收了不少 而宗教改革也能看出这种新人的作用 当时在英国啊 就英国圣公会的建立 亨利八世 本人其实已经有对于英国残存的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了 但是新的圣公会教徒不允许和不选择这样一种宽容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有新人是有合理性的 虽然圣公会的崛起是希望与天主教保有共同的合理性 但最后呢 都走向唯有新人具有合理性的主张 因此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说过 就平民主义对于个人主义的反对啊 是挺正当和合理的 但是呢 他有强烈的连孩子和洗澡水 全部一起倒掉的这个特点 你就看我们的新文化运动 你就看得出来啊 为了塑造新人 他是把所有过去的东西 全部拿出来一起倒掉的 所以平民主义本身有个很强的矛盾性 他有对于传统激进的巨赤 宽容 多元 都并不是平民主义内在的特征 因为平民主义看起来 是要寻求对于普通人的宽容和多元 但实际上 平民主义最终选择的方法 都是导致单极化的身份政治运动 所以说呢 这个是平民主义本身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个人主义是什么呢 个人主义啊 是一个劳动 那平民主义是啥呢 平民主义呢 是个运动 就可以这么来理解这样的东西 当然啊 我们也说 我们说个人主义 与平民社会 所以讲的呢 问题关键还绝不在于 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各自的特征 真正问题的出现 是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合流之后 造成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花点时间来说说这个问题 所以平民主义这种生活形式 是当然影响了个人主义这种劳动的 这个影响呢 就是个体化的彻底消灭 因为在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啊 其实还强调基于个体的劳动和财富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就是前等级社会 前等级社会 其实是有个人主义社会的特征的 在前等级社会之中 就比如说美国早期开国庄园主 就是那会儿的阶层啊 对于个体化和个体所有这一点啊 其实是特别特别强烈的 但是跟平民主义合流之后 今天的个人主义一样 其实其中注入了强烈对于个体性的恐惧 渗入了平民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劳动 恐惧个体与他人的对比 和形成个体与个体的接续差异 因此平民主义彻底消灭了个人主义那种 个体的特征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个体的劳动脱离了个体自觉的特征 就是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自己了 在今天呢 个人劳动啊 彻底成为了一种群组演化的视角 就是我们看待个体选择的时候啊 都是强调各种大事 强调各种整体性 最简单 就今天任何人做一种个体劳动 他开公司也好 最荒唐的当然就是他写这个自媒体啊 就是迎合大众啊 或者呢 你这个就不是一种合理的劳动 比如饭店在很多做自媒体的看来啊 到今天也挺难理解 就说 就你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功夫 去做这么一个事 简直理解不了 很奇怪 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讲 自媒体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劳动 但这个劳动是不允许有个体化特征的 或者有个体化特征 也是个假个体化特征 还是需要对于受众极大的迎合 这种迎合听上去 虽然迎合是个坏词啊 但是在某种说法之下 已经不太是个坏词了 这是为什么Steve Jobs 看起来是个这么大的异类 就是他做一个电子消费品 竟然有他的个人特征啊 很奇怪啊 就其他不管是Microsoft 戴尔的惠普的 等等等等 都是没有个体化特征的 包括今天的也是没有 但今天Apple的东西 也丧失了个体化特征 所以说呢 这就是平民主义影响之下 个人主义的劳动 已经完全丧失了个体化特征 那么个人主义 又是如何影响平民主义 这种运动的呢 他的最大影响啊 就是个人主义 将其那种无限的 充分的形态 带进了平民主义的运动之中 那平民主义的运动 要创造一种新人 对吧 那按理说 这些新人创造出来就完了呗 但实际上没有完的 平民主义的运动 是一种无结果性的运动 所以个人主义 本身有一种不快乐的 无限扩张性 最终渗入了平民主义的运动特征 在赤特劳斯 这个德国修主义演讲之中啊 其实也有这样的话 那个意思我都不敢完全隐 总的来说呢 他其中提到一些词汇啊 总体反对 无限消解 重新安排一切的巨大冲动 这种冲动和虚无主义啊 其实就是个人主义 这种无限扩张性 渗入到平民主义 创造新人的运动之中 形成了一个结果 我们刚才讲了啊 就个人主义本身是这种无实质的 这也太好了 这种无实质性 涉入平民主义 是对的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平庸和相对主义 才是平民主义最好的伙伴 因为平庸和相对主义 本身可以是无内容的 这是这种无内容的性情和特征 能够让平民主义运动 变成一场永不休止 要重新安排一切 无限消解的一种新人运动 所以说这种反对 任何人与人之间 差异的生活形式 将永远不断的塑造新人 你说不管做到什么条件 都不够 都还可以有更新的主张 和更新的性情在前面等着 这个我就不多举例子了 反正说到底呢 就这种生活形式啊 这种平民主义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它是肯定没有 多元文化的可能性的 就多元文化主张 在受到个人主义影响之下 平民主义情况之下 注定是失败的 这就是欧洲 多元文化运动 失败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平民主义 是渗入了个人主义 这种无限扩张的冲动的 在这种冲动之下 多元文化相对主义 是不可能的 它只有在对个体防御的时候 是相对主义的 当它呈现出 对他人要求的时候啊 是一种极其强烈进攻性的 绝对主义姿态 因此说到底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合流之后 就形成这种 毫无个体性的 劳动运动 那么其中的个体呢 需要无休止 无停止的运转下去 不管是他自己的劳动 他的消费 他的表达 还是他作为一个平民 在塑造新人运动之中 对己方的捍卫 和对他人的攻击 他们会不断的 找到捍卫目标 和攻击目标 会不断的进行 捍卫和攻击下去 哪天只要停下来 没有可攻击的目标 他们就会创造目标 来进行攻击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个人 需要无停止的运转下去 而且这种运转过程 是需要剥夺 其中个体性的 是需要永远 以没有个体性的方式 来进行这种劳动运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什么样的环境 能够促使一个个体 剥夺其个体性 但是还能够 无休止的运转下去呢 所以这种人 这种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个体 对于社会建制的需求 是非常强烈的 他不仅需要这样的规制 他还希望规制 成为某种决定性的限制 因此 为什么需要这种决定性的限制呢 就是因为 在一种对个体 对所有个体 都具有决定性的限制之中 所有的这些个体啊 才能够安全的 以没有任何个体性的方式 来进行无序的碰撞 所以默人们 都满意这种 无序碰撞的特点 他们特别拥抱 各种各样的决定论 和所有个体 在这样的决定论之下 无休止的碰撞下去 其实工业党具有强烈的这种特征 他特别希望所有个体 能够在这种 无休止的生产发展过程中 无序的碰撞下去 所以说呢 这种无个体化的劳动运动 就是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河流之后的个体啊 这种封闭社会 特别偏好以下的东西 文化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 都有一套方法 来证明 个体其实是无选择的 在任何时代 尤其是历史主义 历史决定论之下 任何时代都有他必然 要去做的事情 必然要去服从的 一种无序碰撞的特征 这种服从的规律呢 是非个体性的 也是不会停止 是无终点的 所以这就是封闭社会的 根本偏好 所以什么什么什么决定论 虽然他们都会有一套 精密的理论来告诉你啊 这是理论推导的必然 但实际上呢 根本不是 他不是 他从根上就不是实证的 并不来源于 对任何线线的总结 而来源于个体 对自己否定的冲动 所以整个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合流起来 就是形成这种精神悖论 对于否定根本性的肯定 对于一种 对个体否定的肯定 这是这个精神悖论的特征啊 我们上期讲的 以及对于各种各样 社会建制 决定论的拥抱诉求 渴望 就听到这里啊 就达到了今天我们这个窒息的顶点 就是我为什么说 听这节目听得点难受 和我准备的时候很难受 从这往下呢 我们就好了 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 所以说最后形成这个环境啊 有经济 有文化 有制度 有历史 但唯独没有什么 唯独没有社会 实际上在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合流的这个生活形式之中啊 是没有社会的想象的 所以说 什么是社会 难道文化加 制度加经济 就是社会吗 但我知道 可能对今天好的人觉得 可不就是吗 文化加制度加经济 可不就是社会吗 但比如说 我马上举 就是古典的例子啊 比如说对于城邦 或者罗马帝国来讲 他们的文化加制度加经济 就是社会吗 当然不是社会 因为整个城邦的核心 是品格 对吧 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品格 怎么会是社会呢 就像等到孟德斯鳩 在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啊 这个东西甚至都还是核心 如果把品格和美德拿掉 这还不是社会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啊 就现代社会的特征呢 就是权力替代善 制度替代品格 他从语意上还保留着社会 但实际上呢 是社会的消失 也就是说 当一个古希腊人 以善参与到城邦表达之中的时候呢 他就要参与社会 但我们真正好好想今天的生活啊 你在抖音上给别人点赞 甚至你在抖音上发了一个短视频 就我们能说啊 这是一种社会参与 当然不是了 对吧 你去交管局学车 最后考取驾照 我们说考取驾照 是一个社会参与 不会吧 这是很奇怪的 对吧 或者说 我参加股票交易 然后我今天买了一只股票 这是一种社会参与 这也很奇怪的吧 这当然不是个社会参与啊 就什么是社会参与 其实说到底 很明显 有很多别的事情啊 尤其是那些不太敢举的事情啊 都是社会参与 当个体啊 以个体性姿态汇入社会中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明确的说 这是一种社会参与 就比如说我做饭店 我们说 比起在抖音上发短视频 那么饭店的所有节目 这是一种社会参与 当然是一种更容易被理解的形态了 所以说我们看啊 今天我们有文化决定论 有制度决定论 有经济决定论 那今天所谓什么是文化呢 大概是传媒与消费这两个 什么是制度呢 大概是我们之前讲的行政化 什么是经济呢 大概讲的是劳动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 在传媒上以符号交换的形式表达 进行消费 在行政化过程中完成行政流程 在劳动中完成劳动和劳动报酬 实际上都不叫一种社会参与 但是在只有这几种行为的社会形式之中 确实社会消失掉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社会消失的呢 是一个阴谋吗 是某种权力 导致社会消失的吗 其实都不是 就透过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的河流啊 其实我明白 我们都能够从这里看到 是因为我们惧怕社会 所以说呢 社会消失掉的 我们惧怕社会 这个社会的消失了 我们惧怕的是啥呢 其实啊 我们惧怕的是与他人直接接触 产生矛盾 被他人压制 在他人的情况之下 逼迫我们改变为他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惧怕他人 因此呢 我们非常喜欢隔着社会建制 隔着消费 隔着传媒 隔着劳动 隔着行政 与他人发生关系 因此社会建制呢 为我们带来的好的与他人的关系 就比如说这里是 今天看到一个最荒唐的东西 这是一个互联网产品 这个互联网产厅主打痛点 是00后不愿意问家长要钱 但是又要问家长要钱的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个产品之中呢 一个00后 就可以与家长形成一个生活费的协议 在这个协议之下呢 家长啊 他银行卡关联 所以每个月呢 他的生活费就会自动的扣给这个人 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每个月打电话 问家里要钱 因此形成一个产品 让家长给他打钱 听上去非常荒唐 但观察你的身边这种东西比比皆是 所以在我们惧怕他人啊 不愿与他人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之下 社会自然消失了 社会就是在我们的要求之下消失的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所有社会行为都不是个体抉择 变成了某种建制之下的被决定的行为 就像在这个产品之中 一个00后 为家长要钱的事情 似乎都脱离了双方的个体抉择 变成了一个 双方都在play by a rule 在玩一个另外的规则 是这个规则决定着他们的行为 他们只要按照这个规则往下走就行了 所以说刚才我说到社会消失了 可能你还觉得这是个强词夺理 这个太独断论了 但是如果anyway 你明白我现在意思就行 这个呢就叫社会 就是任何以个体性的方式 与他人产生直接接触的地方 就是社会 当这个消失了呢 社会本身也就消失了 所以说 我在这里就要多插一句了 就任何期待 以区块链技术 自动合约 重塑人类社会的想法 极其的幼稚 肤浅 而且本身是一种更大的危险 都不是说这个事本身了 算了 这个区块链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就是因为最近我又看到好多说 要以区块链的方式 重塑人类社会的尝试 放屁 但是对于很多设恐来讲啊 会觉得社会的消失挺好 就是我喜欢 这种社会消失的环境 但是完全不是啊 实际上社会越消失呢 内心会越扭曲 就尼采在重塑一切价值中 其实说过 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 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 于是内向化应允而生 对敌意 残忍 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 倒退了 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 艺术家出现了衰退力和说谎力 当然尼采太乐观了 他认为对敌意 残忍 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了 倒退了 但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我对话过的那些设恐啊 未必对他人是一种冷漠的态度 实际上只要提到他人行为 他们内心都能想到 那是一种多么糟糕的阴谋 一种多么糟糕的恶意在他人背后 所以说当社会消失 人类事物隔绝而内向化的时候呢 因此一个零零后 在一个合约之上 拿着自己父母的生活费的时候 他不会对这事毫无波澜 他实际上内部 他的内心可能一遍一遍强化的是 我的父母是个不关心我的人 我的父母是一个对我吝啬的人 而父母一遍一遍强化着啊 这个零零后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我的儿子啊 对是是是不关心父母的人 是一个无法沟通的人 实际上在社会中停止沟通 在人与人之间隔着东西沟通的时候 并不代表他们对他人 就实际上已经漠然了 他们实际上对他人 呈现出各种奇怪的 在内心的演绎 在内心的丑化和内心的扭曲 难道我们在文化制度和经济上 看到这种扭曲 反扑回来的力量还少吗 就是我这两天就在豆瓣上写啊 就是我认为 最近我观察到的互联网文化 简直就是一个羞辱文化 就是羞辱简直无处不在 对于他人的羞辱 对于族亲的羞辱 对其他国家的羞辱 对名人的羞辱 对普通人的羞辱 你在虎铺上打开任何一个帖子 下面就是对发帖者 或者发帖内容的羞辱 包括很多时候 可能群里的讨论 也是对于彼此的羞辱 因此 当我们隔绝人之后 并不会因为隔绝 导致所有这些矛盾 和我们复仇残忍敌意的消失 这种复仇残忍敌意 在很多地方 以特别旺盛的方式 发挥出来 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内向化 在我们内心消化 咀嚼 演绎 发酵之后这种敌意和残忍 以更加强烈的形态反扑过来 而这种社会性真的可以逃避吗 当然无法逃避 就这种社会性 在最无法逃避的情况之下 就导致republic nation的形成 就所有的现代republic nation 可以说都是这种人类事物 内向化之后 所形成的一个一个集合怪物 而越是这种巨型republic nation的形成 实际上就在于人们对于社会的根本逃避 而逃避之后 这种巨型republic nation之间的互相仇视和敌意 并且人们以republic nation身份为核心的互相攻法 又成为了我们其他烦恼的要素和来源 所以说当我们逃避社会之后 我们绝对就没有逃避到这些烦恼了 实际上为我们形成了更多的烦恼 而正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真集之中所说到的正当性和尊严的问题 变成我们可以从这里往下去理解和讨论的问题 就是正当性和尊严 我们从这里将最终落脚到我们可以做什么的问题 所以说当我们看正当性的时候 我们要区分两种正当性 比如第一个就是在这种建制规范之内的正当性 在兼职规范之内有没有不正当的行为 说一个最简单的 从自动贩卖机里面买物品 有没有正不正当 当然有对吧 假设我是花钱从自动贩卖机买出东西是正当的 但比如说我是乱晃破坏这个自动贩卖机 获得里面的商品的 当然是不正当的 所以说在每一个建制之内有建制之内的规范 凡合规的都是正当的 比如说合规的股票操作有没有什么不正当的 就即便我是用量化方法操作 就是用套利的方法套利 但只要是合规的 这就是正当的 就像之前我说点外卖有点不正当 为什么很多人难以接受 原因就是我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 付出了足够的成本点外卖的 这有什么正不正当的 所以说我们来理解什么是正当性呢 正当性当然是针对人的东西是正当的 因此呢 以合理的成本给予人配得上他应得的东西 就是正当 所以正当性与应然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应不应该就与正当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建制之内 在一种规范之内 应不应当 其实与这个规范的关系很大 比如说主动批评一个该批评的人呢 我们会认为是正当的 而主动奖励一个该奖励的人呢 也是正当的 只要他是符合这个规范的 所以在规范之内 正当性问题其实有很好的讨论的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在正当性问题回答之中说 正当性问题来自于社会规范的原因 尤其很多人直白的说 正当性来源于权力规定的原因 就在于此 如果你可以很好的去拥抱一种规范 那么在规范之中 当然正当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问题 就比如说彩票虽然是个投机行为 但我确实买彩票中了大奖 这份收益是正当收益吗 当然是正当收益 是一个极其正当的收益 但是接下来说 我获得了彩票大奖 我会因为获得彩票大奖 而获得尊严吗 当然就不会对吧 所以从此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 在规范之外的正当性 以及其可能与尊严发生的关系 首先我们在征集里面 其实问到过 正当性和尊严是一回事吗 其实不会对吧 正当性很多时候和尊严 是会发生相似的 尤其是规制内的正当性 比如说我们按照规范批评 一个该批评的人 这是正当的吗 当然是正当的 但很可能这种情况 就会导致他尊严的上失 同样就是买彩票获得大奖 很可能在背后会被人千夫所指 而失去尊严 因此正当行为很多时候呢 是会剥夺尊严的 举个简单的 这里我们要说到 对公共性敌视的问题 比如说范冰冰偷税漏税 我们在微博上批判范冰冰 是正当的吗 在很多人看 这当然是正当的 但是这个对范冰冰的尊严 以及批判者的尊严 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这当然毫无疑问 会去侵犯到范冰冰的尊严的问题 而今天呢 我们确实存在一种 对于公共人物敌视的问题 我们对于公共人物的敌视啊 当然是因为其社会性 所以说今天的人 生出一种性情 特别喜欢看authority 对公共人物进行惩戒 很多时候这种惩戒啊 都是言之佐佐 有理有据的 所以看起来 尤其在很多人看来 这种惩戒是正当的吗 当然是正当的 就是我们喜欢看system 对于社会性抹除 当system本身 对于某个人的社会性 抹除的过程啊 是会带来快乐的 因此个人主义 与平民主义的个人 特别喜欢看system 正当的去抹除 一个人的社会性 当然对那个人尊严 是一个巨大的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说 其本身啊 我们是不希望公共人物 具有社会性的 我们希望公共人物 呈现出和我们一样的私人性 比如说 我们希望任何公共人物 就今天那种 所谓接地气的公共人物 什么意思呢 他在文化中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消费者 在制度中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被管理者 在经济中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劳动者 任何公共人物 呈现出这一面 我们就觉得是好的 是让我们很舒服的 但任何公共人物 呈现出公共性 或是社会性 比如说姚晨 为联合过难民署 在世界难民日发声 认为中国 可能应该接受更多难民 我们渴望着这种公共性 被system和authority抹擦 因此只要一个人 超出文化制度和经济 呈现出公共性和社会性 那么呢 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 在任何方式上 受到一种正当的惩戒 而这个正当惩戒呢 去形成对他们尊严的一个打击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来看到一种尊严的特征了 实际上 是平民主义的人 就这么喜欢打击尊严吗 是 也不是 其根本原因 其实在于 这听着有点残酷 但事实如此 就是对于无尊严的人啊 就剥夺他人的尊严 总是正当的行为 就比如说几乎很多人都能接受的 公共人物不应当有隐私论 就是这么一种正当性 我们认为刺探公共人物的隐私 让公共人物的隐私 暴露出来是正当的 就因为 你因为有社会性 为什么你还要保存你的隐私呢 对吧 这是汉拿伦特 在人的境况里面所讲的 私人性 完全覆盖公共性的一个特征 今天我们在公共环境之中呢 完全以私人性去要求他和对待他 而拒绝 一切 这种公共性和社会性 我们希望呢 正当行为可以起到剥夺尊严的效果 所以刚才我们发现的啊 就规范内的正当行为 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与尊严相斥的 我们不必说这些 事实上很多规范内的正当行为 不管是奖励 还是惩戒本身呢 都是对人尊严的 这个损失 很多规范内的奖励 实际上也是损害人尊严的 对吧 这个就不多举例子了 那么尊严的重要性啊 其实在大家征集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 很多人都认为尊严的重要性呢 要大于正当性的重要性 就在整个那么几百个人里面啊 选择尊严不重要的人 只有12个 其实我很惊讶 我特别想问他们 如果你们在群里的话 今天晚上结束之后 请你务必在群里 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回答一下 为什么对你而言 你觉得尊严不重要 我们在尊严的时候呢 还在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 我们所说的东西很重要了 就这个问题是 你的尊严是先天给予的 还是后天争取的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 就是这次征集中 可能意见最平衡的一个问题 认为尊严是后天获取的 只比尊严是先天给予的 多一点点 事实上确实在自然情况之下 尊严应当是先天给予 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 就是人之为人的特殊性 是人生下来就有的 比如说美国独立宣言 最早第一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 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 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些当然与尊严相关 生命权自由权 而且这个呢 是生而有之 是人生来就有的 但这里我要但是一下了 但是 在什么情况之下 人能够享受 他生而有之的尊严呢 先天尊严享受的前提 是社会的存在 当人处于自然社会之中的时候 他就天然的具有尊严 其实这个卢梭已经意识到了 卢梭第一个得享文章 在地容神学院 卢梭得奖 那个关于科学艺术 是一个发展还是一个倒退 其实卢梭已经意识到了 人处于自然社会之中 尊严是先天给予的 但是各种规制和建制 其实和实事 事实上与人的尊严高度相悖 所以说当社会 在我们刚才说讲的 社会消失的时候 他伴随着也是尊严随着消失 这个时候呢 尊严成为了后天的东西 因此什么时候 人后天重新获得社会 他就重新获得先天的尊严 因此在后天 人们争取的并不是尊严本身 人们争取的是社会 因此社会的存在 意思是说 人与人之间 以非规范的方式 直接接触 内涵着尊严 最简单来说 就参与到一个很真诚的 直接社会服务之中 服务对象与服务者 实际上是同时获取尊严的 但是参与到一个特别 间接的社会服务之中 比如说参与到一个社会投票 参与到一个捐赠的 lottery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捐钱 这个钱最后会给到他人 会以钱的方式下发给他 而你自己还可能 里面有少数人 会从捐赠中得到一笔钱 实际上参与这种活动 是让捐赠者与受捐者 尊严同时的丧失 那同样在一个真诚的 亲密关系之中 感情的付出者和感情的 接受者也是同时获得尊严的 你看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当我们说社会性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想象一个 是不是这里 起码的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 其实不是 即使在一对一的关系之中 也是具有社会性的 只要具备任何无中介的 仅仅是人与人的联系 或者偏向无中介的人 与人的联系之中 都是具备某种社会性的 而在社会性事务中 大家社会性事务中 并不是不可以羞辱尊严 一个社会性的事务 当然也可以羞辱尊严 但往往在这种 社会性的事务之中 尊严是有双向获取的可能的 而尊严 往往是双向剥夺和双向获取的 比如说我如果在一个公共环境之中 在火车站 我以最脏的脏话辱骂他人 实际上我与那个人尊严 是同时丧失的 而比如说我以特别礼貌的方式 善意的提醒他人错误的时候 实际上我与那个人尊严 是同时获得的 比如说我以任何新兴作态姿势 装作善意的提醒他人 而要博得周围人注意的时候 实际上我与他的尊严 是同时丧失的 这就是我觉得在社会性中 尊严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当然我们一定可以找出特例 就是在社会性中 也有尊严一方面获得 和另外一方面丧失的情况 但如果你真正去想的话 会发现这种情况 确实是不多 所以在开放社会之中 那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尊严 才会被赋予双方 所以说说到这个地方 其实想讲的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了 个人主义平民社会 河流的危险 并从河流的危险之中 找到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的河流 会导致社会在其中的消失 人们转向去追求 和依赖建制规范 来构成他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来形成人与人关系的 一个根本败坏 我昨天在那个看理想 发那个关于同理心的文章 其实也能看到这一点 实际上基本上 只有在争社会性行动之中 才能够建立同理心 而跟尊严其实高度相关 同理心的可贵 恰恰就是 我认为在一个 有同理心对象之间 双方同时获得尊严 我觉得这是同理心 特别可贵的一点 当然我们最后落到尊严 和正当性之上 从他们的区分之上 实际上是从尊严的可贵 来看到真社会性的可贵 真社会性能够解决的问题 当然绝对不仅仅是尊严的问题 真社会性其实特别重要 其实听到这儿 我也知道很多人还会觉得 你这个社会的词用的很奇怪 我觉得要换个别的词 但你反过来想 福科有一个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演讲 应该不是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 是他的一个演讲 叫做必须保卫社会 那么请问 如果要去理解福科这个话 必须保卫社会 即使你没听过这演讲 你可以想象一下 福科的意思是啥 福科的意思是要说保卫我 刚才说这种 无任何中介的人与人的连接关系 还是福科必须保卫社会 福科想保卫的是社会制度 保卫社会经济体制 保卫社会文化建构 你觉得福科的意思是啥 包括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 与交往理性 指的是保证良好的政治制度 保证良好的经济制度 保证良好的文化建制 还是保证一种本真性的 直接的人与人的联系 是哈贝马斯意义中的公共领域 包括我们这件 汉阿伦特讲的那种人的行动 是指人借由文化建制的中介 进由行政中介 借由经济中介去行动 还是人面向社会的直接行动 而且面向社会的直接行动 如果不是面向他人的行动 又是一种面向什么东西的行动呢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应该能够理解 我刚才说 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合流 导致的一种建制规范的上升 和社会的消失 在这个地方使用社会这个词 一点不奇怪 而我们将即便亲密关系之中 称为真社会性 这里的社会性这个词用的 其实也一点不奇怪 而恰恰 真社会性与那个不同 真社会性依赖的是啥呢 真社会性恰恰依赖极端个体性 因为一个人在与他人 做非中介性的沟通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赖 他唯一能够依赖的 就是他的极端的个体性 所以说之所以谈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当我们最开始谈到 非虚无主义追求 在现代性中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挑战 他分别称为 必须超越情境 必须采用一种 非现代认识论的形式 以及必须重塑 现代人际关系 在那地方看来 这个东西是语言不详的 实际上是不太知道 该怎么去做的 所以经过这个分析 和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的视角 我们最后想落脚到一个 真正解闭的地方 来看出实际上 个人应该去做的 是以极端的个体性 形成某种真社会性的行为 以极端的个体性 能够与他人 进行尽可能直接的 沟通和联系 实际上可以看出 就是比起好多 其他的所谓自媒体 翻转电台 确实有更强烈的 真社会性倾向 虽然在这个地方 也是透过这个电台媒介 但实际上 因为这个声音的原因 也因为其本身 没有沾染任何 其他机制的原因 所以他具有强烈的 真社会性倾向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喜欢听饭店 除了很多原因之外 确实有这个原因 会觉得 听这个玩意儿 本身是一种 有尊严的形式 而且我做这个东西 也一样 就比起很多 做自媒体的 为什么我这个心里 这么健康 睡得这么好 我认为 其本身就在于 这是一种 真社会性倾向 是令做的人 与听的人 都拥有更多尊严的 一种行动 所以在这里 其实我们还可以 更好地理解 去除文化 制度 经济 到底什么是社会 说白了 社会 就是以个体 以一个个个体 为原型 这些个体 以他自己的个体性 本真性的 与他人 发生交往的环境 即便有一个人 能够与其他人交往 都是一个社会 所以说 怎么样 保卫社会呢 并不是保卫 任何一个楼 任何一个制度 保卫社会的方式 就是要把你自己 变成那个 以你的极端 个体性和精神 去与周围人 产生本真性的 直接连接的 一个环境 只要有更多的人 这么去做 以及他们形成一种 像一个光芒 这个光芒 互相覆盖 互相映照的网络之后 那么这个社会呢 就获得了保卫 所以说到底啊 对于个人主义 与平民社会 这个时代 追求 非虚无主义价值 可能非常需要 去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这样的 一件事情 是真正值得去做 而且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很多人 真正值得尊敬 他们的行为 值得认可的 相当根本性的原因 我们还要反过来 警觉的是 就是这种 现代性情 现代性 加出给我们 每个人的软弱 在今天啊 甚至又并不显眼 因为今天很多人 在网上咄咄逼人 但实际上 外强中干 从这点 我们也能发现 还是海德格尔 看得深 因此 比好和坏的问题 更根本的 是遮蔽和 去遮蔽的问题 在某种 巨大的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的 遮蔽之中 你甚至连 它是好是坏 你都看不到 所以说 在个人与 平民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河流 这种社会 消失的压力之下 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看到 自己的软弱 没有看到 自己对于社会 和他人这种害怕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应该 去警觉的 所以讲到 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也没有 完全 说完这个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 干嘛要以 自己为原心 以纯粹的个体性 去追求这种 所谓的真社会性呢 这个必要性 在这里呢 其实完全没有说完 以及该怎么去做 这个问题呢 我确实认为 与根基性的关系 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说下一期呢 确实最后的总结 我们更好 从这个角度 来看看这个 无根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 无根基性 它是怎么脱离根基的 以及 根基性的问题 那无根基性 今天其实 已经说到很多了 比如个人主义 那种 完全无本质的特征 以及平民主义 连洗澡水和孩子 一起倒掉 那种根本性的 否定特征 实际上 都是一种 强烈的无根基性 今天这个社会 是个无根基社会 这个当然也是 很容易看到的 那到底 什么是根基性 这个根基性 由于我们今天 所说的这种 极端个体性 和真社会性 有啥关系呢 我们就下期去说 那好 我们今天节目 说到这儿 那我们进行 这个问答的环节 这里有个问题啊 就问佛教 是否超越了虚无主义 当然虚无主义 是与今天相关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个好问题啊 就是佛教 在现代性情况之下 是不是现代性 一个很好的救赎呢 但我认为不是 不仅不是 而且从尼采来看 佛教还是虚无主义的 最终极阶段 当然在尼采看来 正是如此啊 东方文化 当然尼采指的 可能是印度文化 而不是中国文化 就这种根基的文化 是一种比西欧文化 更先进的文化 但是呢 确实它并没有超越 虚无主义 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挺好的 他说 请问从个人出发 重新回到社会性的努力 最终有没有可能 重新回到古典时代 那种集体主义的 生存状态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 要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怎么设想目标的问题 这也是怎么设想实践的问题 因为对于今天 怎么解决虚无主义问题 或者说 就说怎么解决问题吧 比如说社群主义 这个方案 以桑德尔啊 然后查尔斯泰勒啊 为代表 实际上呢 就是在想 以某种集体主义的方式 来克服虚无主义 与现代性的问题 尤其很多呢 也在追寻古典集体主义的问题 这种古典集体主义的问题 的方式 比如古典集体主义的方式 在美国 我们之前在群里分享过 像美国那种原初的 很原教旨主义 基督教的集团 十二之路 像十二之路那样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 非常古典的集体主义生活 但其实问题也非常大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要去追求某种 更古典的集体主义 生存状态 或者以集体主义 作为一个目标 我觉得不是 原因是因为 如果以某种 古典集体主义 生存状态作为目标的话 我认为这还不是个体性 因此 我觉得是不是要以某个 大的社会目标作为 社会形态作为目标 可能在这里恰恰不是 重要的呢 可能还是要去想 就你想要的是啥 就你就以你为原型 构筑一套这样的秩序 这里有个问题是说 福克的生命政治 有什么现实意义啊 过度资本化 对于生命意义 等等等等的 就是福克的生命政治 当然有 我觉得有挺强的 现实意义的 但是福克的生命政治 还是批判性的意义大一些 就是福克把现代政治 说明成一种 不仅仅是对于制度啊 社会秩序的塑造 它是一种深入 对于生命进行规制的 一种生命政治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之上 他的这个判断 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生命政治 转向其反面 就是个体怎么去做 生命政治 这个其实是 尼采最开始的大政治 我们之前 其实有一期讲过 就是尼采大政治 那地方 其实本福克 关于怎么做呢 会说的更多一点 这里还有个问题啊 说具体是什么东西 导致人惧怕社会呢 他发现具有先天 社交优势的人 并不惧怕社会 我还不太这么想 我认为 我们所谓的先天 社交优势 指的是啥 其实先天 社交优势 恰恰指的是特别多 在规制之内的东西 比如说当一个人 比如一个大企业家 他在一个企业家圈子之中 是特别具备 这种社交优势的 但比如说这个人 他真的敢出圈去 在其他的社交圈子中 进行交流吗 其实我觉得未必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交恐惧啊 就是他敢不敢 以个体性姿态 去进行社交 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啊 可能都不太敢 尤其是你说的这种 具备某种社交优势的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社交优势 不管是他的外表 他的谈吐 他的财富 他的权利 都是在某种秩序之内的 这里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社会本身比较冷漠的 在人被逼到要求救之前 跳到他面前说 我要拯救你是一个 很不恰当的事 这是为什么 但这个原因其实挺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跟平民社会相关 也就是说呢 今天一个人啊 我认为会很容易接受 非人格性的救助 比如有人突然给他笔钱 或者受到某个机构的救助 某种制度性的救助 问题都不大 但是如果受到某个个体的 拯救或救助 确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当然奇怪的原因就是 他与个人主义 和平民主义社会那种反对个体化 反对个体差异的这种想法 高度相悖嘛 对这个情况之下 他本身上是一个极端抹杀 个体化的环境 当然如何对抗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下期节目的问题 这里我觉得我要补充回答一下 我就刚才那个问题 就什么东西导致个人惧怕社会 我觉得我没回答出来 我觉得我没回答出来 就我只回答了 为什么具有社交优势的人 他不见得不是惧怕 但人们从根本上在惧怕什么 我的原因是 我觉得跟刚才这个人的回答 其实的问题相关 跟这个同学 关于这个我去拯救你 这个事的回答相关 我觉得人惧怕是什么 人惧怕的就是这种 不合时宜感 就是因为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 是一种根本的生活形式 因此当你跳出种种规制 以纯粹个体性的方式 与他人沟通的时候 这种沟通总显得不合适 这种沟通显得奇怪 这种沟通显得不合适 这种不合适 实际上是很多人根本性惧怕的 也就是说回到一个企业家 为什么无法出他们的圈子 去跟其他人沟通 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他们圈子的内部 他所拥有的那种 所谓的社交优势 以个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比如他的钱 对其他人的投资 是合适的 但出了他这个圈子 他自己都知道 以这种个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是一种整体 可以接受的姿态 这个可能是我们很怕的东西 这里还有关于区块链的问题 说区块链接触 最能应用的地方就是隐私保护和抗审查 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某种程度上是 尤其是在 这么说吧 就是在你胃疼的时候 止疼是最重要的 但未必代表止疼药 能够给身体带来健康 确实区块链能够止这个疼 来止这个隐私保护和审查之疼 但未必代表止疼药 就是身体之健康 我认为区块链 其根本也是 有一个很强烈的根本 他建立了一个 比所有制度都更中立的 看上去 或者执行程度上 更中立的 更死框架的制度基础 而在这个制度之上 我认为与个体性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当然这个可能得看一些具体的应用了 比如说某些区块链的 新闻应用等等的 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东西 但比如说最近我就会发现 它还是没法解决分发的问题 好 我们就是录进去的问题 先问这些 就是 对 说到这可能这个话题放的非常大 我不知道大家是感觉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给一个更实际性的启示和启发 OK 我们可以继续在军军探讨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要记得赶一句相信 加油 非常感谢你收听本节目 如果希望每周一加入微信群 跟我们一起学习 提出问题 看到每次分享的keynote 可以微信添加 想借Joyshare 想借的拼音 XINGJIE Joy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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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说牛津通知读本 就可以被我们拉入群中 每周一起学习了 欢迎你来 嘿 你是不是也听了不少我们的节目呢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 可能也挺重要 如果能让更多人听到 虽然可能效果不大 也可能会让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点吧 所以说 干脆去转发一下好吗 让更多人可能听到这个节目 我们来试试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吧 谢谢你的转发 我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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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雷雷撒 文鱼薄发 树原文招牌 神圣分化 唯一唯大 木头发明教派 十元尊大 性质坍塌 把哲学淘汰 远航困伐 枪炮文雅 平均出名残骸 三十年蒸发 人心挣扎 在神圈调摆 理性教化 平等自由 抗人血精教材 蒸汽喷发 机械争霸 令产能操宅 革命神话 巴黎屠杀 阶级翻江道海 快速进化 制造顺差 传统抛弃的草率 好在个体逐渐深发 居高零下 炮制文化 然后发明资源的蠢化 主导文化在检测中 神经历记忆的编码 随后就有黄金 原来无人制裂 刻意把年幼病话骂脸 我说的十一战 一百年后 还未学会理性计算 怎么办 一再降低底线 去欺骗 制限 运行计算 功力与道德 在深度学习 下面可以两全 那个情绪 总不定使唤 十一年一团 深度思变 和世界和平 还是判决撕换 I gaze to the land 现在的人很容易被挑动情绪 尤其是那些他们不该感动的东西 可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呢 其实他们也毫不在意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吧 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了 geal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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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是演化 也全是补卦 全局伟大 全人口叠价 骨骼软化 知识累加 常识理论快速上架 记忆里耗尽脑汁已被告知 视而复得 有得而复视 标志着资本主义循环消费 无可挑剔 必然超值 假意和greedy 但相互较之 踮脚时批量集合 浑然不知 分享道理 个性消失 奖励 大造小异 他变换措辞 多巴胺涌入过时 开始编码闭母词 结局 持续坍塌 逐渐辨识 都焦虑 随身附和 面面相聚无人负责 就在这不甘的场合 与连着通道的覆辙 鼓噪我苦难的口声 开路在迷惑的沼泽 翻开我晦瑟的书册 与词句测听者的愈合 来把你直觉筛选挥手 开现梦境的曲折 被人专载 另眼看待 将去刷改 见钱掩开 真相掩埋 标题惊骇 俗荣犯态 留下我未老先摔 奈何奈何 学会不怒声色 接受完败 推翻重来 on the side 效率 确定 操作 功力 成果 技术的姿态 感应 虚控 鼓声 放肆 毁灭 异想的天开 财富 游戏 手机 流量 充值 消极的自在 可悲 刺猬 众人 接挂 然后 置身的事外 我确信 个体 平民 炎凉 事态 平等 惨淡 无人 例外 束手 倾心 继续等待 平等 随时 继续等待 中文字幕——YK